小五童,小皮蛋等下要吃饭了,咦,怎么屋子里会出现这么多樱花啊? 紧急通知,樱花小镇出现千年一遇的许愿术,如果看到许愿术点亮小红心,许愿术就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。 请广大居民珍惜这千年一遇的机会,快来许愿吧。 妈妈妈妈妈,小五童,妈妈来了。 哇,我不是在做梦吧,妈妈这是什么东西突然出现的,吓我一跳。 刚刚小皮蛋,我们在后院完,突然就从土里长出来了,这好像是红色许愿术,刚刚电视就报道过,听记者说这种树可以实现愿望,但是遇见它特别不容易,没想到它竟然出现在了樱花小镇。 妈妈真的假的,为什么? 许愿术是红色的,好怕它是吸血术呀,才不是,因为它吸收的是红色能量,所以全身通红,而且越红的许愿术也就越灵验。 小五童没想到让我们遇到了,给它红色能量,我们就能许愿了。 妈妈,我没有什么大的愿望,我希望能有一个超级大蛋糕,因为过两天就是母亲节了。 我要送给全天下的妈妈,妈妈你们辛苦了,小皮蛋,你的愿望呢? 我的愿望就是看到这个视频的人每天都开心,每天都能和自己的小伙伴一起玩耍一起学习。 妈妈,你看愿望实现了,好大一个蛋糕,太开心了。 我的愿望是屏幕前的小可爱每天都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成长,学习的时候能认真学习,每次考试都能考到好成绩。 屏幕前的小可爱你们有什么愿望呢? 取下来吧,说不定哪天实现了呢。 然后我们做好专门。 当然,这边都是这边的心脏的这边。 今天我们做好专门。